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朗看世界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 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当不会错过新影片了 在广州这座繁华都市 丽璇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女强人 她以经营家族海产品贸易而闻名 年过45岁的她在家庭喝 事业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尽管她的收入不费每个月几万元的收入 让她过得相当宽裕 然而丽璇的生活在偶然的一天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的一个生意伙伴向她推荐了一个名叫汤姆的网红 博主 据说汤姆经常在某个平台上 分享她在澳门的赌博经历 并声称她从最初的20万元本金 一局打到了1000多万元 并且拥有一套必胜的方程式 这些引人注目的传闻让丽璇心生好奇 她决定亲自观看汤姆的视频 丽璇打开视频汤姆的形象出现在屏幕上 她以豪情万丈的口吻讲述自己在澳门的赌博冒险 声称自己已经成为赌坛的巨头 并且拥有一套独特而有效的赢钱策略 她宣称这套策略能够在短短几个月内将本金翻倍 并以此为基础赢得巨额利润 丽璇听得津津有味对汤姆所谓的赢钱方程式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几个月后丽璇继续追踪汤姆的动态 她发现汤姆在一次直播中宣布将组织一次 澳门百家乐之旅 并邀请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一同参与 丽璇开始动心了贪婪的欲望 渐渐占据了她的心头 丽璇决定主动联系汤姆询问 如何参加这次澳门百家乐之旅 汤姆告诉她每个参与者需要投入20万元作为本金 并且她将收取总盈利的30%作为佣金 然而一旦输掉本金责任将完全由参与者自己承担 丽璇在考虑了一番后 觉得20万元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数目 而且她对汤姆的赌博技巧充满信心 因为她一直在关注汤姆的直播 相信她的封城市能够带来成功 于是丽璇毅然决定参加这次澳门百家乐之旅 抵达澳门的那一刻 丽璇心中涌起一种既兴奋又紧张的情绪 她进入了闪耀着灯光和奢华的赌场 汤姆在那里等待着她 她加入了汤姆的团队身边的人都满怀期待的等待 这场激动人心的赌博之旅 在赌场中丽璇被嘻嘻嚷嚷的人群和精彩的赌桌所包围 她开始按照汤姆所教的策略下注 有时赢了一些有时输了一些 起初丽璇的运气还算不错 赢力也相对稳定 她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认为汤姆的 方程是果然有效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丽璇的运气开始逆转 她经历了一连串的连书亏损的数目逐渐增加 丽璇感到困惑和焦虑 她开始怀疑汤姆所宣称的 地圣方程是否真的可行 尽管内心有所犹豫 但贪婪的心态使她不愿轻易放弃 为了追回之前的亏损 丽璇开始增加赌注抱着赢回来的希望 然而这只让她的亏损更加扩大 她渐渐迷失在赌博的漩涡中无法自拔 贪婪和冲动的情绪控制了她的思维 让她不顾一切的追逐胜利 丽璇输完了20万元的本金后 她感到愤怒和失望 对汤姆的百家乐方程式开始产生怀疑 她决定找到汤姆 并向她表达她的不满和质疑 当丽璇找到汤姆并质疑她的方程式时 汤姆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 或给予丽璇任何解释 相反她回应到丽璇经验不足 认为她在普通赌注中受到其他人的干扰 导致她在选择赌注方面出了问题 她向丽璇解释说如果她升级到贵宾厅那里的玩家 相对较少 环境更加专业 并且她会直接在旁边指导丽璇 确保她能够获得胜利 为了赢回之前失去的本金 丽璇被汤姆的话所吸引 她同意升级为贵宾会员 为了升级她需要兑换40万元的虚拟码 于是丽璇去银行取出了这笔钱 准备继续她的赌博之旅 进入贵宾厅后 丽璇感受到了一种 与普通赌场完全不同的氛围 赌卓的设计更加精致 环境更加豪华 玩家们的着装和行为也更加典雅 这里的赌局更加专业化 参与的玩家数量相对较少 每个人都展现出高超的技术和策略 李璇坐下来开始依照汤姆的指导进行下注 她站在她身边密切关注着每一局的发展 并给予她建议和指导 汤姆解释说贵宾厅中的玩家 通常更加有经验和技术 他们更懂得控制自己的赌注和情绪 这种环境给予李璇更大的机会 与更高水平的玩家交流和竞争 同时也提供了更高的收益潜力 然而不幸的是李璇的运气 并没有如她所期望的那样改变 她继续遭遇连续的失利 输掉更多的赌注 李璇开始感到绝望和无助 她开始质疑自己的决定和对汤姆的信任 她不理解为什么在这样的高级环境中 她仍然无法获得成功 李璇试图询问汤姆关于输钱的原因 但她总是以李璇经验不足 和环境干扰为由进行解释 她声称只有在更高级的贵宾厅中 才能真正发挥出李璇的潜力 为了提升她的赌博体验 汤姆建议李璇 再升级为更高级别贵宾厅的会员 这需要她兑换80万元的虚拟码 李璇已经输掉了大部分的本金 但她因为贪婪和追求胜利的心态决定继续升级 然而她发现自己的银行资金 已经不足以支付所需的80万元 就在这时汤姆劝说 她说如果不乘胜追击 她将面临更加不利的局面 这让李璇心生焦虑和恐惧 在绝望之下 她决定向两个表妹 借款来支付所需的80万元虚拟码 她知道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 但贪婪和追求胜利的心态去世 这她不顾一切的想要扭转局势 李璇以生意周转不灵和 即将接到一笔大生意的理由 找到了她的两个表妹并向他们借钱 她将生意计划描绘得非常诱人 声称这是一个赚大钱的机会 让表妹们相信借给她资金是一个可行 且有利可图的投资 李璇向表妹们解释说 她已经接触到 一个潜在的大生意机会 但需要一笔紧急资金 来支付进货生产和营销等费用 她已迫切需要资金来扩大生意 并承诺在未来还款并给予丰厚的回报 她详细描述了生意的潜在利润和成功案例 以增加表妹们对投资的信心 表妹们被李璇的计划所吸引 同时也相信她的承诺和回报 她们对李璇抱有信任和亲近的感情 愿意帮助她度过困境并分享成功的机会 出于对表妹们的信任和贪婪的趋势 李璇成功的欺骗了她们并借到了所需的资金 然而这个决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没有消失 李璇将债务和赌博的压力压在了自己的肩上 并将家人卷入了她的危机之中 她面临着巨大的回报压力 需要在承诺的时间内赚取足够的利润来偿还债务 并接于表妹们承诺的回报 李璇终于筹足了80万元虚拟码 她充满期待地进入了贵宾厅并投入赌博 在贵宾厅里李璇投入赌博的百家乐桌 她心怀期待希望能够扭转自己的命运 赢回之前的亏损并赢得更多的钱 一开始李璇的运气似乎不错 她赢得了几局赚取了一些资金 这让她更加兴奋和贪婪 她决定继续下注 并相信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胜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璇的运气逐渐转变 她开始连续输掉几局损失了一部分资金 但是她仍然抱有希望并坚信自己的运气会改变 李璇逐渐增加下注的金额 希望通过一次大胜来弥补之前的损失 她感到压力越来越大 赌博的欲望和紧张感不断加剧 她在每一局都希望能够赢得胜利 但结果却让她失望不已 不幸的是李璇的运气并没有转变她继续输掉更多 可资金 她的情绪逐渐恶化 焦虑和恐惧充斥着她的心头 她陷入了一种赌博的循环中 无法停止自己的冲动不断追求胜利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璇终究输光了 她在贵宾厅中的所有资金 她变得心灰意冷 李璇输光了所有资金后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汤姆欺骗了 她明白汤姆一直以来都是在利用她的贪婪 和渴望扭转局势来推动她不断升级赌博 并让她不断借钱的行为指示 为了让她陷入更深的困境中 愤怒和失望充斥着利璇的心头 她感到自己被背叛了 她决定找到汤姆病理论 要求她为自己所受的损失负责 利璇在贵宾厅里四处寻找汤姆 最终在一个角落找到了她 她冷静下来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愤怒 她指责汤姆欺骗和利用了她的弱点 导致她陷入了巨大的债务和绝望之中 汤姆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解释说她只是为了利璇的利益 才提供建议和借钱 她声称自己也是受到了 其他人的误导和压力 无法控制局面 然而利璇已经看清了汤姆的真面目 她不再接受任何借口和解释 她坚定地要求汤姆赔偿她的损失 并表示她将采取法律行动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当利璇回到广州后 她感到心情低落和失望 她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 无底洞般的赌博循环 并且被汤姆欺骗了 回到家中 当利璇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决策 她感到后悔和愧疚 明白自己的贪婪和渴望扭转局势导致了这一切 她决心从这个经历中吸取教训 并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 利璇开始寻找支持和帮助 她向家人和朋友坦白了自己的经历 并请求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他们鼓励她要坚强面对 并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和安慰 同时利璇也寻求了专业帮助 她咨询了心理咨询室 希望能够处理自己的情绪和内心的痛苦 咨询师为她提供了情感支持建议和应对策略 帮助她逐渐走出困境 在广州的日子里 李璇重新聚焦自己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 她决定专注于事业和个人发展 寻找新的机会和挑战 并寻找与赌博无关的兴趣爱好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李璇也逐渐接受了过去的错误并学会原谅自己 她意识到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 重要的是能够从中汲取教训并向前看 她决定将这段经历作为成长的机会 用来塑造更加坚强和明智的自己 尽管李璇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 但她渐渐恢复了自信和积极的态度 她决心迎接未来的挑战 并以自己的故事鼓励和启发他人 帮助他们避免走上相同的错误道路 好了 今天小朗看世界为大家分享的世界奇观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朗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